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肾胶感神经阻断术来就顽强型的高血压 五种药降为三种药 我们知道的金曲台语歌王施文斌 现在是电竞教部 为什么57岁了从未做过健检 今天他自己会娓娓道来 为什么 而且他有家族史 糖尿病的家族史 外公妈妈都是长寿 过去看到糖尿病长寿名人的案例 像是陈立姑跟李登辉 他们都是有追踪的 所以今天民医会提醒说 电竞教部57岁没做过健检 这样不太好吧 来介绍今天的民医群 首先欢迎北医内科部部长 心脏内科黄群耀部长好 文英好 大家好 新冒医院副院长洪子仁部作好 文英好 大家好 中医师罗明江罗医师 文英好 大家好 施文彬彬哥 文英好 大家好 物理治疗师胡义伟 文英好 大家好 有一首歌在KTV霸榜28年 那首歌叫做伤心酒店 所以斌哥现在在读你的1992年出道 1993年伤心酒店狂卖300万张 那个时候300万张非常非常难得 那个人不知道排到哪里去 然后07年金经理拿下金曲台语歌王 你15年烧了3500万做专辑 为什么你的人生价值观是 把时间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 主要是这一辈子最有兴趣的两件事 一个是音乐 一个就是游戏 所以把这个人生很短暂 每天要活得开心 所以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最热爱的两件事情 现在都可以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并且有能够赚到钱 所以呢这个 能够赚到钱这很重要 我们非常的喜福 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那既然你从事的是 你自己最热爱的事情 你当然要用心 而且你很感谢二姐江辉 你说没有他没有施文斌 当然当然 我们要不要先来回味一下 伤心酒店VCR 每个人都有 当然 你们在想 美语 啊 三 爱我的 你 在闭南 我 是 岁月没有在你脸上 留下任何的痕迹 真的真的 有啦还是有 现场有你的铁粉 来 罗明江罗医师 是 对 我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我是医官 常常要出去访查 他们会招待我们 然后那时候非常红的一首歌 就伤心酒店 大家每个人都会唱 我也很喜欢文斌大哥这样 文斌大哥 对对对 我年纪小他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比他只深 他保养得比我好 我先给你一个机会 两人隔空在位置上合体来唱 真的吗 这巨曲歌王我有这个荣幸 有有有 没有问题 太荣幸了 一杯孤仔来 你若无了解 迈闻闻嘴都未来 掌声鼓励 太感谢了 这是历史的画面 我刚刚这个兵哥有讲说 钱有赚到 对可是身体健康也要顾到 是是是 有糖尿病的家族史 对 然后制作人说 哇57岁 施文斌没有做过健检 对 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 这个逃避 那主要的逃避是因为 我一定认为 这个我像人到中年之后 一定都会有毛病 那健检完了之后呢 你就这个也不能吃了 那个也不能吃了 所以我能拖一天算一天 你有这个心态 对 对不起 我当时是这个心态 没错 我们做健康节目 真的不要这个心态 好不好 部长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可是大部分人 根据我们统计 30%到40%的人 就是这个心态 57岁 没做过健检 家族史是有糖尿病的 外公是国大代表 裴明宇他糖尿病 93岁过世是高寿 妈妈裴申炎 有糖尿病高血压 今年82岁 可是过去看糖尿病 长寿名人的案例 像是陈立夫糖尿病 50年活到103岁 李登辉糖尿病 30年活到97岁 但是他们长寿灭绝是什么 就是遵照医嘱 用药的治疗 控制饮食跟规律的运动 英哥在今年10月中的时候 你现场量血压 血压飙到170 那时候去打疫苗 对 那个是第一次打疫苗 然后心情非常的愉快 但是因为当天早上一早 被一早很早起来 早上6点钟起来 然后再孩子去上学 然后回来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去补眠 所以那天其实是 有点睡眠不足 那再加上我们预约的是 晚上打疫苗 然后到了医院去之后 我们那个医院刚好 是我们平常加一 那医生很熟 就帮我量血压 一量170 怎么那么高 然后医生就说 先不要打 先给我三颗血压药 他说你先吃一颗血压药 等你两个小时之后 你再回来 量如果有降了再帮你打 结果我马上现场 就吃了一颗药 回去跟我太太讲说 这个血压170 医生不给打 然后这个叫我两个小时以后再去 结果我太太就紧张了 两个小时之后陪我一起去 到了现场再量 左手180 右手19 我的腻啊 对 吃了药两个小时之后更高 结果后来我们就没有打 那一直后来就是hold了两个礼拜 然后我们用饮食来去控制 然后最后才顺利的打 他为什么会飙到170 有些人压力啊 特别是您这次要打疫苗 然后晚上可能又劳累了一整天 所以他其实血压是高的 那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量 血压的时机 不过因为现在很多打疫苗 都必须要去监测 他的血压 免得有一些风险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这次的 真正的血压量测 必须要在家里量测 看起来那个 就是文斌来讲的话 他因为事实上 他到了57岁都还没有做过见检 是有点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never too late 重新再开始 注意自己的见检 还是很重要 但是其实在我们台湾地区 事实上我们现在是 鼓励40岁以上的人 就开始要做一些健康检查 包含抽血 超音波 这些基本的都应该要做 那甚至40岁以上 所谓的内视镜 endoscope 胃镜跟大肠镜 其实40岁以上 也开始要把这个项目放进来 所以事实上到了57岁的话 这个年龄来讲 事实上他的风险 已经都慢慢升高 比如说像cancer的风险 心血管 脑血管 这种跟血管相关的 这种系统性的疾病的风险 都慢慢提高了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可能文斌大哥 没关系 never too late 从今天开始 每年不要忘了 还是要来找这些医师群 定期的还是要把这个健康检查 把它稍微做一下 可能会比较健康 谢谢 好 我们刚刚有讲到疫苗 我们请副作来讲 现在台大混打的研究结果曝光了 现在是A加M 由于是A加A 对 没有错 所以事实上来讲 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疫情 是算相对平稳 那我们最近又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民众好像对疫苗 开始有一点犹豫了 所以像最近的话 事实上打疫苗的人数 好像有比较减少的一个状况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台湾有一天 要开放边境 因为病毒有一天还是会进来 如果说没有在这个时间点 利用以空间换取时间 赶快打好疫苗的话 可能等到病毒一进来 你还是有被感染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手板 这张手板是说A加M 优于A加A A加A的效果 它是高于AZ加AZ 它的保护力其实比较高 我想在全世界都已经做了很多的 临床的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研究出来 先讲结论 A加A 两剂AZ的保护力相对是比较低的 就差不多50%左右 但是如果是AZ第二剂打这个Modena的话 它可能有8成6的保护力 那AZ只有第二剂加VNT 也还有7成多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从国外的这个临床世界的一个案例 看起来的话 混打的效果确实是不错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自己也有在做 这些混打的这些研究 包含台大 包含长庚都有在做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指挥中心 要开放混打的原因 也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 它对于这个避免被感染的保护力 会比完整的两剂AZ要来得高 明年会追加第三剂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现在国外对是否追加第三剂 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因为事实上我们疫苗打完两剂以后 基本上是第五个月六个月以后 它的综合抗体的浓度会慢慢往下降 所以到了半年之后 是不是要追加第三剂 以国外来看 目前的趋势是说 第一个你如果是属于高龄者 或者是免疫不全的 或有共病的这一群人 比较可能需要再追加第三剂 所以台湾地区 我们目前也还没有确定 要不要追加第三剂 但是我想我们指挥中心 会试国外的 他们的研究报告 去滚动修正 是否台湾要追加第三剂 这个叫做预防心脏病的六大招 自我检测 先检查耳垂有没有皱褶 有时候可以看到 长者的耳垂有一个小皱褶 那当然这样的相关性 跟血管有没有堵塞 有人做过一些研究 那有些相关 有些并不是那么相关 可是大部分的看起来 是可以提出提供一个警讯的 那再来的话 这个黄斑牛 黄斑牛是什么意思呢 常常有一些女生跑来说 黄医师 我昨天做了一个 这个雷射的手术 他把这个黄斑 就把它去除掉了 事实上黄斑牛代表的 有的时候是胆固醇过高 特别是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 我们马上请部长来检查 前四项 这个皱褶 好像有一点 有一个皱褶在这边 皱褶 这是耳朵的皱褶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您眼镜可以拿下来吗 我们来看一下 眼瞼的 这上面跟下面呢 事实上 斯大哥目前看起来 蛮漂亮的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看说 这个手指有没有 当然血色非常的充足 非常的充足 看起来是还好 可是我们现在来 做按压的检测了 比如说这个红色的 粉红色的手指背 我们轻轻的按压以后 弹回来 一下就恢复了 所以我想您的 这个血气还是足够的 事实上血压正确的量测 就如我讲的 必须要在家里量 是最准的 大家其实很多的 像我们在诊间碰到 很多的阿公阿嬷 他进来就 一定是迫不及待的 给我那个血压单 事实上那个血压单 通常都不太准 因为他主要量 主要的问题是 量测的场域 太过匆忙 大家心情没有办法静下来 另外的话就是说 那个机器都很准 所以阿公阿嬷非常喜欢 在医院量 可是问题是 他量测的场域不对的话 也会导致素质不好 要在家量 对 反而在家里量 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做的症 脊椎要挺的直 然后我们手 手很自然地垂下来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手肘的这个位置 跟我们的心脏 是同样的高度的 接下来 当然就是要保持心情的平静 然后休息个 五分钟到十分钟 教科书上跟我们讲三十分钟 实在是现在的 没有这个美国时间 可以来做这个量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量测了 一百四十七收缩压 上面的叫做 下面叫做舒张压 一百零四 心跳是七十五 血压明显地偏高了 这样子 血压事实上 在哪里都可以量 说实在的 哪里都有血压 只不过我们的国际间的标准 是以哪里为准 那我们今天量的特别的一个叫怀臂指数 是我们的这个脚踝 跟这个手臂的这个指标 收缩压是一百四十五 舒张压是九十一 OK 所以它的怀臂指数呢 其实啊 相当于大概就是一左右 因为我们的脚上的这个收缩压 除以这个手上的这个收缩压 大概这个数字就叫怀臂指数 这是一 所以师大哥恭喜您 您是标准的这个状况 我请黄医师介绍 我们工作人员身上穿戴 是二十四小时血压剂 不要忘记了 很多人的中风 心血管疾病都在清晨 我们还是会在手臂上面 去做一个安装这个压麦袋 那它会定期的去做监控 那通常我们会去看看 早上的血压 跟晚上的血压的分歧 那现在很多流行的 是晚上吃血压药 就会让你的自律神经 还有血压更稳定 好 谢谢朱提 不过我知道说 部长自己本身也有高血压 是的 我跟师大哥一样 之前不想去承认他 后来呢 当然是医生嘛 就觉得说自己都在帮别人看病 自己又有病蛮难看的 而且你还有睡眠呼吸中是这样 对 其实我们后来 当医生自己会去想说 到底为什么 我说我觉得我很轻松 我虽然在做心导管 人家觉得我很有压力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轻松的 可是后来发现 原来是我小时候有过敏 所以导致我会脏口呼吸 脏口呼吸以后呢 就卡住喉咙了 所以就导致了睡眠呼吸中止 好 今天又讲的是 顽强型的高血压 很多长辈什么事都没做 我坐在客厅里面 看电视血压标到一百期 这个个案是六十岁的部人 他就是顽强型的高血压 很多年 他是五种血压药 后来呢 后来他的血压平均在一百五九十 他有中风的病史 他接受了这个手术叫做 阻断肾交感神经 半年之后五种药 降为三种药 是 一百二十八十叫理想血压 主要是因为一百二十八十以上 人的所有的死亡跟罹患疾病 都跟血压会有关系 医院量的血压是一百四九十 在家里量的是一百三十跟八十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心脏学会 还有高血压学会所推荐的一个数字 那这位妇人呢其实他主要就是因为已经有多次的中风了 那所以他的先生非常关心他 然后他带他来到门诊 然后希望说用这种所谓的神经操作手术呢 那现在比较讲的事情是高血压导管手术来去做治疗 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成功的治疗之后呢 他的血压也成功的降压 从鼠西部的地方呢 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 大概只有零点二公分的切口呢 放个导管进去到人的动脉系统里面去 我们可以看到肾脏的动脉跟我们的鼠西 其实没有差得非常远 大概只有二十公分到三十公分左右的距离 我们现在在讲话 我的神经大脑神经就会经由我们的次律神经系统 经由我们的主动脉上面 还有肾动脉上的神经传递到肾脏 让肾脏这个器官呢 能够再分泌一些荷尔蒙 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所以肾脏不是只有排泄肺污的功能 它有很多的比如说控制血压的功能 那藉由这个肾动脉这个神经的阻断呢 我们从血管里面用这个电波呢 去烧到血管外面的这个神经呢 然后呢用微创的方法 让这个神经的活化大大的降低 所以血压就会降低了 涡沙发追剧结果出问题了 50岁的家庭主妇 她就是这个姿势 这个样子 对 头就是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面 你知道最近大家都喜欢追剧吗 尤其最近韩剧真的很热门 所以一看手机就是好几个小时 闲暇之余它就窝在沙发上面 不动了 就是这样子 就不动了 就开始滑手机了 要不然看电视了 长期主述就是说头痛头晕 她都跑去按摩推拿 结果一直到某一天发现说 我早上起来怎么整个手指都麻掉了 手都没有感觉了 才来就诊 我们就去照了MRI跟S光 就发现说 我们颈椎的部分下面 这个地方有椎间盘突出 而且长了骨刺 跟有一些磨损跟钙化出现 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 就是因为长期这样子 姿势不良之下 加上一个被动的外力时间太久了 她后来做了徒手治疗跟运动治疗之后 到三个月她整个手的感觉 才好不容易回来 今天要特别提醒 久坐坐姿连续六小时以上 会增加乳癌 大肠癌 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 代谢症候群等等的风险 好 有请兵哥今天来接受 治疗师的检测 文明大哥示范给大家看 打电镜的时候电动 好 看久了 你如果要看仔细一点 你会怎么样 头会往前 辩误归博 对 这个姿势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后面怎么有一个富贵包拱起来一块 乌龟薄 其实都是长期下颈吹这边拱起来 往前 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坐姿 它是否良好呢 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比例尺 放在你的肩膀正中间 我们这个时候腰椎 应该跟它是成一直线 往上对齐到哪里呢 耳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大哥 这个时候耳朵是相对这条直线 是稍微相对往前一点的 它们正常要连成一直线 所以这就表示它头 有所谓的往前凸 有一点点的圆肩向内 因为通常电脑打久了 电镜一次都大概几个小时 至少三个小时 对 最少三个小时不会动 所以往前的时候 我们前面的这边胸大肌 也相对容易缩短 所以我们再来可以检查 正常的活动度 我们请文明大哥头往前 低到最低 正常往前的角度 七八十度是正常 所以我们这边对齐到耳朵的部分 看到文明大哥 这边大概六十度 往后仰的话 我们最少要四十五度 往后 来 停起来 还算可以吗 少一点点 三十度 对 所以看这个角度 再来左右转的话 最少四十五度 好的话可以到九十度 文明大哥在左转的时候 它有六十度左右 来 往右转 右转少一点 右转只有四十五度 我们就对齐脸的正中线 从上面测量 来 我们再来做侧导 左侧导 左侧导大概只有三十度 正常的话希望最少最少四十五度 来 往右侧导 右侧导更小一点 这样会紧吗 还好 这样大概二十五度而已 所以我们就针对我们刚刚看到的 比较小的角度 我们来做治疗 所以我们徒手治疗怎么做呢 来 我们往后躺一下 我们一般在医院诊所看到的 都是那种牵引拉脖子的机器 大家看到有没有 大家都是热腹 电疗 拉脖子 但是那种因为绑带 我们绑在的地方是下额骨这个地方 所以常常我们觉得压力很大 是这种逆额关节压力很大 感觉只有拉到上颈椎 如果像这个案例 它是第五六七节 比较下面这个部分压迫的话 就比较拉不到 我们在徒手治疗上面 我们就会把手放在 我们的第五六七节 就是相对比较靠近肩膀这个地方 我们双手去做一个牵引的动作 就利用徒手去把它 整个关节的肩细拉开 大哥我们觉得头被拔起来了 有 对 脖子下面这边酸酸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牵拉的时候 就是相对让这些脊椎中间的关节拉开 之后我们针对刚刚我们测连到的 向右转的角度不够 我们去对右转右边的关节 做一个轻轻地往下推动的动作 让它关节翼可以进去 润滑这个关节 相对增加它关节面的大小 这个地方活动度大小 刚好听到咔咔咔的声音出来 对 一般人人会问说 这个跟推拿师 有些按摩都会帮我这样用力扭 有什么不好呢 那容易拉到太松的韧带 有一些紧的地方反而拉不到 它全部一起帮你拉的时候 其实长期下来你会造成 覆盖松的地方太松了 太紧的地方反而还是太紧 对 所以我们就针对 我们刚刚检测的结果 包括我们会辅佐这种MRI跟S光 去把它拉开 所以这样动开之后 还有侧面的小面关节 我们在做边做活动度的时候 边会去把它往正确的方向推 所有的颈椎 它是一个C型向前微弯的一个角度 所以把它推开之后 我们可以坐起来 请文斌大哥再测一次 我们刚刚看的关节活动度 很酸 对 深圳的 它好像快睡着了 其实这个动作蛮酸的 但是不会痛 然后都是在安全的角度之内 把它刚好推到正常的关节 身体活动度 我们请兵哥慢慢地坐起来 慢慢坐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在侧倒的时候 向右侧倒的角度比较小 只有二十几度 再一次 向右 这次就很明显了 大概35度左右 对 就比刚刚多了10度 再来 向右转 刚刚角度也比较小 现在往右差不多50度 刚刚40度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会多一点 所以相对再怎么样呢 我们都说搭配运动治疗 怎么说 我们要去强化后侧的肌肉 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把它的骨骼 回到比较正确的位置了 我们要去让周边的肌肉 可以强化维持这个位置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平常的姿势要改变 来 兵哥刚刚徒手治疗之后的感觉 说一下 有 刚刚转动的时候有声音 对 就有那种打开的感觉 对不对 而且会比较轻松 就是那个会转弯的那种吸管的感觉 会转弯的吸管 对 然后把它拉直的感觉 好的 施文斌的体验 施大哥的歌是唱得不错 谢谢 可是健康好像不太关心 事实上 这个也是很多艺人都会忽略 这一位是在中医界 对中医有极大贡献的施纯全教授 在今年的11月初被发现猝死在宿舍里面 在当时其实几年前 他就曾经是因为心肌梗塞住院 那么他的家人怎么形容说 他可能是太忙 太累了 虽然他是很圆满的他这一生 但是过于忙碌的话 对于身体还是有负担的 那我们在血脂的这一块就是 要调整体质 适度的运动 我们常常在临床上跟病人讲 那真的是不能过忙 不能过忙 中医是怎么讲说这个高脂代谢失常 进而产生了痰灼跟血瘀 跟我们咳嗽那种痰是不一样的痰瘀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吃了高粱后胃以后 我们吸收小肠吸收到肝脏的时候 到血管肝脏就会处理脂肪 这时候就常常就先形成脂肪肝 进而造成全身的脂肪的堆积 那中医来讲 如果我们像文彬大哥 他有电竞 做的时间久 活动少 代谢慢 血脂肪就容易增加 在这里我们用一些山楂 山楂 绝明子 然后甘草 党参 枸杞子 那山楂的话 它可以除了消失之外 它还可以活血 所以有时候它是蛮好用的一味药材 那绝明子的话 它可以消失又立场通便 那另外我们可以配合党参 它稍微补气 然后甘草调和猪药 那另外枸杞子的话 平常的话我们除了像文彬大哥 我们这个电竞用得多 眼睛也用得多 用狗旗子的话还可以顾眼睛 平哥说有我老婆也是有煮 是 小指钞 他今天自己有带来 我已经上一次 因为打疫苗量了高血压之后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两三周了 然后我几乎都是吃蔬果 然后没有吃肉 然后大概就是吃鸡肉或者是鱼肉 然后每天就是只能喝这个 要喝3800cc 对 正确吗 中医来讲 其实我常常有患者说要喝多少水 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 像我的奶奶 她活到100岁 她完全不喝水 她只喝平常的汤汤水水 所以有时候在临床上 我就跟病人讲说 你口渴 就是你自己的指标 因为有人流汗多 有人流汗少 下一步就是大肠癌 为什么 7月27号到10月27号 一共有1186人 做无痛的大肠镜 其中就有325人检查出大肠息肉 这个比例几乎高达了27.4% 所以像50岁之后的大肠癌的几率 是比流感还要高的 不做大肠镜 在50岁之后 每15个人 有一个人有大肠癌 息肉呢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医学上面 它就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息肉 你如果没有把它切除的话 你久了以后 它可能粪便这样冲刷以后 不断的经年累月 它可能就会转变成恶性的 这个所谓的colon cancer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发现息肉 这个等于是一个癌前病变 那你就是发现以后 要赶快做一个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比例有27.4% 对 就有这么高 而且我们还观测到一个 另外一个数据是说 40岁到50岁的 就在这300多个人里面 40岁到5岁就占了将近 有四分之一的人 八成的癌症 都是在50岁发现的 50岁以后 以后 所以定期的健检必做 这些是有免费 四个癌症的筛检 大肠癌 乳癌 子宫颈癌 跟口腔癌 所以很多人都说 健检一定要花钱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健检不一定要花钱 我们国家 国健署 都有所谓 四癌筛检 就是主持人讲这四项检查 这四项检查 你只要年龄到达 这个40 45以上 就可以免费的 做这四项的健康检查 但是我们就有发现一个 比较不好的现象 像那个妇女的乳房摄影 我们观测到 符合资格的人 去真正去做了 不到50% 所以这也是造成说 为什么有时候 cancer 发现都太晚的原因 事实上 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们台湾地区 发现cancer的平均年龄 是63岁 63岁 可是在我们 星光医院的健检中心 我们观测到的数字是 在我们星光被逮到 有cancer的年龄 大概平均是 56岁左右 56岁 这是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cancer就是 你要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 当然平均年龄 就会稍微低一点 所以这里就凸显出 定期健康检查的重要 也在这个地方 士文彬大哥说 没有啦 我两周前有去抽过血 要稍微平反一下 对 然后同时 就是刚刚医生说的 就是医院直接要 验我的排泄物 也有直接用排泄物 来去看我的 有没有大肠癌 目前是大肠癌的部分 检验报告是直接寄来 是政府出钱 对 没错 那是要粪便前学检查 对 就是说粪便前学检查 会先看看 有没有positiv 如果没有就OK 有 就要追踪 下一关就可能要做大肠镜 因为最后还是要 从大肠镜 才能去判断 有没有cancer 来 我们请副作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施文彬大哥 在聚焦2.0 他的检查报告 对 施大哥的歌是唱得不错 谢谢 可是健康好像不太关心 事实上 这个也是很多艺人都会忽略 像这个血压 147就太高了 刚才医生也讲 80到120 可是你是147 over 104 其实这个都已经算是超标了 像是说你的这个 饭前的 这个glucose 这个饭前血糖122 这也是超标 因为我们现在 饭前血糖基本上应该在100以下 是比较OK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而且我也听到说 不知道各位讲 你是好像HBA1C也6点多了 对不对 就糖化血色素 对 7以下就代表你的平均的 这个血色素 是在一个OK的一个范围 但是你已经接近那个临界点 因为7以上就是已经是 算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是说 像你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包含你的血压 以及你的血糖都已经有偏高 但是没有关系 可以找个时间 到这么明医那边去就医一下 就是要做健检 对 健检出来有那个基本资料以后 就要去就医 然后他就会给你开一点 这个血压血糖的药物 把你控制在一个 比较漂亮的一个范围 我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第一次打疫苗的时候 他给我 医生给我吃了那三颗 对 我在连续三天吃 一天吃一颗 在吃的过程当中 我是有一点头晕的现象 那后来我去医院去做检查 这份报告的时候 那医生其实也开了两个礼拜的药给我 那但是这两个礼拜 其实我并没有吃药 我是用 我是用饮食的方式去整个去做改变 然后我每天早晚有追踪血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很多人在讲说 外面有讲说这个血压药吃了容易致癌 或者是什么 那到底这个是真的假的 这个先请黄医师你给他回答一下 我再来补照 我想斯大哥应该是做的方法是正确的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必须要量测家里的血压 定期去量 早上起床以后量 然后晚上睡觉前量 量出来以后呢 做一个平均值 如果有血压真的有高 才需要吃药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呢 血压药会不会致癌 当然是不会 那最近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是因为某些的药厂 它在产生制药的过程中 它的一些原料药受到了污染 所以说才产生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药品制作的过程 并不是药物本身的问题 我稍微补充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会有这个头晕的话 就是刚才医师讲的 你要先把你的血压做记录 早晚量测做记录 量测完做记录给医生看 因为有时候这个药量的调整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要把血压的这个药物 要调到最适合你的状态 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这是一个药物的调整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吃这个高血压要把 我们的这个病情控制好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有 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就是会活很久 这你要特别注意 好 我要加一段 来上体重机 好 施文斌大哥来明白告诉大家 今年最新的体重 来我马上揭晓 98.9 98.9 大概就是已经超过这个30了 BMI超过30 但是还好还没有到达这个很重度的肥胖 因为重度的肥胖是要到106公斤以上 计算出来会是35 你现在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已经有这样子一个中度的 Obsity的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事实上肥胖来讲 跟刚才我们做的像是这个血压 血脂也都有相关性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体重控制好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血压 血脂肪也都能够控制好 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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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每一次都按在不同的穴道上 接着呢 我的右手会顺着它的主太阳膀胱 上下的洞 来 吸气 我去 有时候会顿力下去 罗明江医师 时事商科在台湾 唯一传言商科手法大公开 上海的时事商科 一百多年历史中科的是传统武术 整骨手法跟中医的内置 最拿手的是整治骨折经伤 还有脊椎关节退化性疾病 这一位是一位八十岁的先生 那他来的时候呢 手是呈参叉样机型 这是他外面带来的片子 然后他的那个脚骨远端骨折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将来你要看这个要上discovery才看得到 不过今天在文英的节目就已经看得到了 所以这个是小甲板 对 这是小甲板 目前台湾中医是来做的话比较少了 您今天有带来到底什么是小甲板 那小甲板它传统是用山树皮 因为后来我把它改良了 就是用目前的这种珍珠板这种方式 它也不会透水 软硬度 适度 我们根据患者受伤的部位 量好以后 然后会加个不支部 保护一下 然后接着包完以后 在适度的部位 量好部位 这也加一个棉垫 这个作用是怎么样 它要把它这一块骨头 大家观众看到这一块骨头 从这里把它压回去 那这边相对的 另外一个甲板压回来 那所以一般传统整腹 大概就拉两分钟左右 不打麻醉 就直接传统整腹 整腹完以后 直接就上甲板 甲板基本上我们固定六周 就可以拆甲板了 肩颈酸痛 我们就用一些传统的手法 那一纸禅的话 它相传是海登大师 用一只手指 在操作在相应的穴位上 来调制相应的疾病 好 马上来请兵哥 曾间坠肘 旋软 掌虚 指食 然后我的手指点按 在它相应的痛点上 这样来操作 有感觉吗 这是一纸禅 好 那当然这个手法 不是最强的手法 有时候我们需要 强刺激的手法 我们可能用压法 按法这一类 那比如说我还是先检查一下文明大哥 一般来讲 看一下他天天打电脑 肩颈的状况怎么样 脊椎的状况怎么样 好 脊椎 然后颈部 好 在检查的时候 如果我们发现它哪边 比较紧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会先按它的风磁穴 风磁穴按完了 接下来我会点按它脊椎两侧这个滑坨夹击 滑坨夹击 那我们按的时候是找到痛点 一般是这个力量下去 如果我觉得它比较硬比较紧 我会加个力量 甚至稍微推一下 会痛吗 兵哥 不会 趴着的时候 我们从整个背部 还有腰椎来做检查 那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稍微拉起来 然后检查它的内怀 稍微拉一下 然后我的手会直接搭在它的内怀 这边 然后比较一下 看看它哪一脚比较长 像我现在看到就是 它这一脚稍微高一点点 其实我们讲的长团脚 今天要来破解一下长团脚的迷思 它是这一脚高 其实是因为骨盆稍微倾斜 因为脊椎侧翻以后 骨盆旋转就有一点长短 那这种叫甲性的长短脚 另外我再检查它的腰椎 这样会痛吗 不会 不会 摸起来是有一侧 这一侧是比较高的 我们来做点 好 肾书 大肠书 三胶书这些 按的时候配合摇法 大家看这个好像节奏很简单 可是你如果没有摇出去 它整个脊椎是不会动的 好 再勾回来 那文斌他可以感觉到 我的手是 手指每一次是按在不同的穴道上 接着我的右手 会顺着他的足太阳膀胱筋上下的洞 那这一个手法呢 相传都是以前为高官 来操作的手法 那其实又是说不能够太剧烈 但是又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借由这种 我们讲神龙白尾 把它整个脊椎松开来 伤科手法 受随心转发从手出 对 所以你要练到说就跟打篮球一样 怎么头都会进 那我们手法也是 接骨也是 好 这边比较短的这一侧 那我就会 这边会做一个T字手 来 吸气 吐气 就有一个顿力 把这边给它推下去 有听到 好 我们再来 翻过来平躺 因为有时候它做久了 腰酸背痛 你贴一贴腰部 它后来还是发生痛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的结构 稍微再调整一下 刚刚讲 这边是短的那一侧 我们就会稍微 手放在头顶上 做一个这个动作 然后回来 这边是调过去 其实它有一种 前拖位跟半拖位 髋关节这种前拖位 半拖位的概念 来 吸气 吐气 有时候顿力下去 好 再给它回来 好 好 这样调整完 它两个脚就感觉 平了 我们放在背后 肩膀稍微下来 一点点这个地方 防备它 对 因为你有点拖 声闻病大哥是 一父子爸爸是在 神刚空难过世 所以你特别特别珍惜 跟小孩相处的 时间跟机会 你儿子好帅 哪里 所以你儿子 遗传到你的才华 他也在唱歌 就是他 这是他国中的时候 国中毕业 他们写了一首毕业歌 那我就帮他们 把这个歌记录下来 对 那现在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高二了 对 所以未来也会是歌手吗 我不给他们设限制 他们的未来 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他们自己决定 你现在整个电竞的 这个生活习惯如何 尤其今天做了这么多的 这个物理治疗 跟商科治疗之后 是 增身体状况 现在感觉宛若新生 真的 因为在座都是专家学者 对 然后每天 我现在实况的时间 是晚餐后 八点到十一点 再来我们要请治疗师 教大家 这个叫做强背四招 有请美丽的治疗师 其实这四招 家里面如果有 大的瑜伽球 就可以做 对 或者是有人会说 家里没有球 的话怎么办 这个时候推荐大家 用枕头毛巾 把它垫高一点 让我们有个支撑 然后家里没有雅铃的话 也可以用 宝特瓶矿泉水 这样子 大概当重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建议 瑜伽球放在腹部前方 往前拉 因为现在大家 真的低头时间太多 我们去强化 上背 跟肩颈 这个地方 后侧的肌群 所以我们往前请之后呢 把这个宝特瓶 或者雅铃 往斜上方取 去增强自己后背 上背 胸肌 这个地方 甚至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 也会推荐大家 做一个游泳的姿势 像游泳 自由式一样 把手往后滑 增加你肩膀 外旋肌 像换气一样 把你的头部 往后 往侧边转开 这样子同时去运动 到我们斜方的肌肉 就可以改善我们这个 圆肩跟駝背的姿势 这一招很适合施文斌大哥 真的 我们在电竞 打电动打久了 往前驼久了 我们去强化后侧的肌肉 来 其实家里有雨伞的话 也可以跟着坐 再请兵哥一起来学 好 我们一起来 所以我们一般会有一个棍子 所以大家都会说 我驼背 我挑估怎么办 我们胸椎往前拱的角度 实在太大了 往前拱的幅度大 当然我们要让它转开之后 强化后侧肌群 如果家里有雨伞 或者是登山障等等 这种棍状的东西 我们都建议放在背后 毛巾可不可以 毛巾的话 因为它没有那个直 对 因为不够硬 要有硬的东西 对 稍微硬一点 我们放在背后 肩膀稍微下来 一点点这个地方 放不下去 对 因为你有点坨 所以变成说 我们肩膀有办法放下来的话 就表示说我们胸椎垢体 两个人有落差 对 有落差 有没有看到 我的有办法放在肩膀正后方 文斌大哥就有点 文斌大哥真的只能到这里吗 对 真的只能到这个角度 没关系 对 就尽量在肩膀 上面一点点也无所谓 你真的太坨的话 就会变得有点卡在上面 没关系 我们利用它有点硬度 往前凹之后 我们来做旋转 我们尽量让肩膀跟身体 做一个平行的移动 然后头跟着往右转 对 把颈椎拉开 再来向左 动力拉开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整个胸椎 颈椎一起扭开 有没有感觉到紧紧的 蹦蹦的 有点快转不过去 有 这个就是我们上肾的旋转动作 加上它如果有一些重量的话 同时就是一个肌肉的重力训练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 把它往后带 我们可以在跪姿或站姿都可以 我们站姿的话可以训练腰肯部 跪姿的话就是上背部会比较多 我们做一个往后拉 往上抬头的动作 这个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头往上抬 那我们这个时候再做一个收下巴的动作 想办法把下巴挤出来 眼睛再用力往上看 文明大哥有没有觉得上颈部这个地方 特别的紧绷 有 对 这个就是我们电竞打久了 我们头会往前凸的时候 如果我们加上训练这一块肌肉的话 就可以比较摆脱我们的乌龟脖跟富龟脖 所以这一块肌肉 跟下背部这个时候有没有感觉紧紧的 手再抬高 手再抬高 给你一个重量 用力 有没有感觉很出力 有 这个地方所以就会改善我们的脱背 所以不只是我们就是伤科手法 或者是物理治疗 我们调整完骨骼之后 这些肌肉多去训练 每天饭后或者是你打完电动 打完电动之前跟之后 我们去多做一个这样的训练 都有办法去改善跟预防脊椎的变形跟测弯 拿起相机拍下来 这个叫做寒冬进骨的电锅煲汤 罗医师你推荐这两道 这道是 是 这个是黑豆北齐炖臀品 这个大家一看到黑豆 中心讲五行来讲黑入肾 所以这个一定有补肾 然后党生北齐的话 它都是补气的 而且补气当中又可以升筋 然后顾表 另外我们常常讲有些长辈说 我睡不着会吃几颗桂圆 所以它加一点桂圆 又可以养血安神 加一点姜片的话 它调和 让气比较容易形 那加上猪肉 这讲说腰内肉有来吧 那一般来讲猪肉 中医来讲就五行五处来讲 它是入肾的 所以你看黑豆也是入肾 猪肉也是入肾 所以这一道黑豆北齐炖臀品 它相对于整个补气又入肾 又顾表养血安神 这一道叫做当归生姜炖牛肉 对 那另外的话 当归生姜炖牛肉 传统我们常常讲说有炖羊肉 可是在这里 我们用当归生姜炖牛肉 当归的话 我们知道它可以补血活血 那熟地的话是补肾滋阴的 那牛腩的话就刚刚讲 五行五处来讲 它是入脾胃的 所以这一道的话 除了羊血 补血滋阴 可以益髓田径还可以健脾 益气这样 好 这个是气虚补气 血虚补血 寒冬进补的电锅煲汤